为了捍卫家园 也为了把敌人逐出领土 不论就业扛着武器赶赴前线作战 这是乌军这两年来的日常 乌克兰国防部再公布最新影片 记录下第四二机械挂旅的士兵 如何持续与侵略者展开战斗 即使战场险恶 仍没有思考退缩 同时军队也继续摧毁敌军的各项王牌武器 就在俄罗斯军方发布TOSEA多管火箭车 在盾内刺客的作战镜头之后 随即传出同款武器在克尔松地区被炸毁的消息 根据乌方统计 这也是开战至今被摧毁的第18辆 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也再度深入敌后 打击俄国境内能源设施 黑海港口城市土普赛市一座炼油厂 25日预期够起火燃烧 原处都能清楚看见巨大浓烟 况是今年就至少传出四起油库被攻击的事件 而这不仅会导致俄国燃料价格上涨 由于攻击都发生在春季耕作之前 届时也势必会影响俄罗斯食品价格 美国新闻周刊就分析 由于俄国经济仰赖能源出口 光是石油出口与能源工业 就占国家预算收入的30% 不仅是俄罗斯经济基石 更是战争的重要资金来源 因此无人机袭击也等同斩断了俄罗斯总统普提重要经济命脉 彭博也引述业界数据 假使乌克兰成功袭击俄罗斯靠近波罗的海两个主要石油码头 可能会导致每天150万桶石油的出口停滞 并使俄罗斯因此损失数十亿美元 看源情报则指出 由于乌克兰使用少量无人机 就酿成了敌方的巨大损失 一旦乌军展开大规模空袭 就算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99%的无人机攻击 也势必无法完全阻止能源设施的回损 继续黄春雅整理报道